那么第二个大的问题 关于共同经营参与方的会计处理 有同学说为什么不讲合营企业各参与方的会计处理 因为合营企业各参与方的会计处理 我们在长期股权投资的这一部分已经讲过 就是合营方对合营企业的股权投资 是通过长期股权投资并按照权益法来核算 所以说在这里边在这个准则里边 我们侧重点是放在共同经营的这一部分 先来说合营方的会计处理 一般的处理原则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确认单独所持有的资产 以及按照份额确认共同持有的资产 确认单独持有的资产 就是里面的某设备某专利甚至某存货 就是这里面其中某一个参与方的 至于其他的设备 其他的技术 其他的这个存货是另外参与方的 是谁的 由谁来确认就完了 以及按照份额确认共同持有的资产 什么意思 那这里面可能有的资产 是各个参与方共同享有的 那你就按照各自享有的比例来确认就完了 那么第二个 确认单独承担的负债 以及按照份额确认共同承担的负债 那道理是一样 不需要再解释了 我们当然这里面第一第二 针对资产负债的确认了 那么第三和第四 应该是三四五了 是针对收入费用的确认 先说三 确认单独出售 其享有的共同经营产出份额 所产生的收入 那么四呢 是按照其份额确认 共同经营 因出售产出所产生的收入 大家注意三和四 都是针对收入的确认 那么请问三和四有什么区别 这里面三什么呀 比如说这里面假产品就是谁的呀 就是属于 A核心方法 把假产品卖掉了 由谁来确认 由A来确认 这跟B没关系 再比如说乙产品呢 就是A就是B的 乙产品就是B的 然后把乙产品卖掉了 又谁来确认 又B来确认 跟A又没什么关系了 那再比如说这里面的饼产品呀 他们各自想要一半 把饼产品卖掉 那各自确认50%的收入 不就完了吗 这是第三个四啊 那么五呢 是确认单独发生的费用 以及按照七份额确认 共同经营所发生的这个费用 有的是 有的费用 就专门属于某一个合营方的 那就由他来确认 那么某些费用呢 双方共同来确认 那就是按照比例在各自的报表上 按照相关的准则确认就完了 所以这五条啊 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各个合营方 按照他们享有的这个比例呀 在各自的会计主体上 按照相关准则的规定 确认各项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就完了 什么叫按照相关准则 那你得看这个业务 做生意赚钱的方式是什么 比如说双方买一栋大楼 对外出租 那我们就是在各自的主体上 按照投资性房地产准则来确认和计量就完了 资产本身的初始计量 后续计量 包括你是按照供应价值来计量 还是按照历史成本来计量 这个执行投资性房地产准则 那么至于租金收入的这个确认呢 我们按照租赁准则来处理 教材上就有这样一道例题 这个例题时间关系 我没有放到讲义里面 大家回头自己看一看就像 比较简单 那么这里面我们做一个多选题 二毛二一年一月一日 A和B决定采用共同经营的方式 共同出资 兴建一条输气管线 投资九千万元 那么A和B分别出资三千万和六千万 占的比例呢 这是九分之三是吧 三分之一 九分之六三分之二 那么按照相关合同约定 该输气管线建成以后 双方按照出资的比例来分享收入 分担各项费用 那么二毛二一年底 该输气管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那么预计使用寿命 是二十年 预计净残值领 采用年限平均法来记体验 折救 二毛二二年该管线共获得收入是一千两百万元 发生管线的维护费用是三百万元 那么这里边除了管线的维护费用以外 还有其他费用吗 有啊 因为我们建成的这个输入管线 作为固定资产来确认后续计量呢 要提折救 所以说各自的主体上有一个收入 就是管线所产生的这个收入 有两个费用 一个是折救费 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维修费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关于二毛二二年 相关处理正确的油 那我们看A 说A公司应当确认收入是四百万元 要总的收入一千两百万乘上比例不就完了吗 比例呢是九分之三 我们算一下呢 在哪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是吧 这呢 我们A这边 我们A这边啊 注意A这边应当确认 在哪呢 在这呢 A这边应当确认的收入呢 是总收入一千二乘上九分之三 这样一个比例 这个结果是四百万元 选项A是正确的 再来B呢 对A公司二毛二二年 損异的影响金额是三百万元 对損异的影响金额怎么算呢 用这个收入 减掉两个费用是不是就完了 所以我们需要算下边的两个费用 第一个呢是折旧费 固定资产的入上价值在A这边是多少 他出了三千万元 他这边确认的当然是三千万了 我们用三千万元除以二十年 因为直线法无残值 折旧年限是二十年 算出来当年的折旧额呢 是一百五十万元 那么这个折旧费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么他承担的维求费呢 总数三百万乘九分之三倍 九千分之三千 这个结果呢是一百万元 那么我们用收入是四百万 减掉这里边的折旧费是一百五十万元 再减掉这里面的维求费是一百万 算出来的结果是一百五十万元 一百五十万元选项币怎么样 有错了 漏掉了什么 他应该是漏掉了这个折旧费 我们接着往下边走 C呢是B公司应当确认的收入八百万元 要总的收入是多少 一千二乘上九千分之六千 那这个结果是八百万 八百万的话C是对的 D呢 对B公司二百二十年损益的影响金额三百万 我们用收入减掉两个费用就完了 那么折旧费是多少 是他这边的固定资产原值六千除以二十年 结果是三百万元 那么维修费呢是总数三百万乘上九分之六 这个结果是两百万元 这样的话我们用B这边的收入八百减掉折旧费是三百 再减掉维修费呢是两百 看看这个结果是三百万元 三百万元的话呢选项四点也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ACD这样三个选项 接着走 下面这个小标题呢 说合营方向共同经营 投出或出售不构成业务的资产的快捷处理 我们参照长期股权投资那一部分所讲的什么权益法 那一部分所讲的内部顺流交易的原则来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这个作为一个概念大家一般了解就可以 我们过一遍啊 说合营方向共同进行投出或出售资产 就是14年修订准则以后呢 我们讲的内部交易既包括出售资产 也包括什么投出非货币性资产 因为像另外一方投出去非货币性资产本质上 也相当于是把它卖掉一样 那这里面讲的是不构成业务啊 在共同经营就是那边 可以把它理解为被投资方的这一边 将相关资产出售给第三方或相关资产消耗之前 出售给第三方比如说存货 消耗之前比如说固定资产提完折旧之前 借未实现内部利润仍然包括在 共同经营持有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当中 那么应当仅确认归属于 共同经营其他合营方的利得或损失 归属于本合营方的属于内部交易 要经比消出来 那么如果投出或出售资产发生 符合资产减值准则规定的资产减值损失的 那么我们正常来确认 那第三呢是合营方自共同经营购买 购买不构成业务的资产的会计处理 如果把刚才这个按照顺流交易来处理的话 那我们这个按照内部的什么 逆流交易来处理是不是就完了 所以合营方自共同经营购买资产的 这里面强调的是不构成业务 在将该资产出售给第三方之前 不应当确认应该交易所产生损益当中 该合营方所享有的部分 那么我允许确认的是归属于其他合营方的 随于本合营方的部分同样要进行一个抵消的处理 即此时应当仅确认该交易产生的损益当中 归属于共同经营其他合营方的部分 一般了解就行了 第四呢 合营方取得构成业务的共同经营的利益份额的处理 实物当中几乎都没有 就站在准则的角度为了严谨 那写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按照企业合并准则的相关规定来处理就OK了 第二个小标题是非合营方的会计处理 我们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如果非合营方享有该共同经营相关的具体资产 并且承担该共同经营相关的具体复材 我们比照合营方来处理是不是就可以了 就是按照你想有的分隔 在各自的主体上按照相关的准则 确认各项资产负债收入费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种情况 不享有该共同经营相关资产 且不承担该共同经营相关的具体负债 那就是针对净资产 针对净收仪外 又分成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如果该参与方对合营安排的净资产先有权利 并具有重大影响 那么我们按照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相关规定来处理 就是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按照权益法核算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如果说对净资产相有权利没有重大影响呢 我们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来处理 把它确认为供应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站在分类的角度正常是分到第三类 如果是非较异性的 也可以在初始确认的这个环节 把它指定到第二类 那么第三向共同经营投出构成业务的资产 以及取得共同经营的利益份额 按照企业合并合并财交报表准则 相关规定来处理就可以了 这个一般了解 第三个小标题 合营企业参与方的快捷处理 其实前面长期股权投资已经讲过了 为了内容的完整性把它列到这里面 相当于是复习了 那么如果是合营方的话呢 对合营企业的投资通过长期股权投资 并按照权益法核算 那么如果是非合营方的话 看看有没有重大影响了 如果有的话呢 长投权益法 如果没有的话呢 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来处理 就可以了 我们看2021年的这个单选题 说下列各项 关于合营安排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合营方应对持有的合营企业投资 采用成本法错是权益法 B呢 说共同经营的合营方 对共同经营的投资 应当按照贪欲成本计量 胡说八道 那么如果是共同经营的话呢 各个合营方是按照相关准则的规定 确认怎么样各项资产负债收入费 C共同经营的合营方应呢 按照约定的比例份额 按照约定的份额比例 享有共同经营产生的净资产 共同经营针对的是具体资产负债收入费 不是净资产 不是净收益 所以这个也是错的 那么D呢 合营方自共同经营购买不够成业务的资产 在将该资产出售给第三方之前应当紧确认 因该交易产生损益当中归属于共同经营其他参与方的部分 归属于本合营方的部分呢 作为内部交易底下来处理 所以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4D这个选项 我们给大家讲一道去年的计算分析题 然后把这张内容做一下总结 就结束这一章 这个题考到了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 以及权益法转换为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我们先看资料 说假公司没有子公司无需编制合并报表 该公司与股权投资相关的交易或事项如下 资料一 2020年初假公司以发行普通股的方式 发行了2000万股的本公司普通股股票 每股面值是1块钱 购买取得了已公司30%的股权 后面会告诉我们有重大影响 相当于是对联营企业投资了 要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并按照权益法来核算 那我们发行股票的每一股公允价值是6块钱 你注意对联营企业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是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加直接相关费 这里面没有给定直接相关费 所以我们用2000万股去乘上每一股的公允价值6 这个结果是1亿2000万元 就是长头的什么初始 大家注意这叫长头的初始投资成本 如果存在着负商运 你注意长头的初始投资成本 跟入账价值是不一样的 负商运调完了以后叫入账价值 贾取得以30%股权以后能够施加重大影响 贾取得以投资时 以可辨认净资产的账面价值是4亿5000万 公允价值是5个亿 评估增值了5000万元 当然我们到这应该能够算出来 享有对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了 用5个亿乘30%的结果是1亿5000万元 而我们初始成本是1亿2000万 用1亿5000万减掉1亿2000万的差额是3000万元 就是所谓的负商运 要借长期股权投资贷营业外收入 调完了以后 这1亿5000万元我们把它称之为 厂投的入账价值或账面价值都可以的 那么评估增值的这5000万元 什么原因呢 下面就告诉我们了 说除了存货是A产生品 固定资产是B厂房以外 那么以构此其他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和 公允价值是相同的 我们先看圈1A产生品 它的账面价值是1000万元 公允价值是1500万元 那么显然它这边评估增值的金额是500万 其二呢 B厂房的原价是1亿 以提折旧是5000万元 没有提减值准备 我们用1个亿减掉5000万元的差额是多少 差额是5000万元 我们把它称之为账面价值 而人家的公允价值呢 是9500万元 要9500 注意这个9500再减掉这个什么 再减掉这5000的差额呢 是4500万元 是固定资产评估增值的金额 你看看4500加上这个存货评估增值的500 结果是多少 5000万元 那就是净资产评估增值的金额 由于权益法投资时点 被投资方有两个资产评估增值了 所以后续期间我们算投资收益的时候 是不是就要小心了 它的账面净利润呢 要进行调整 怎么调 那么这个存货呢 如果不对外出售的话呢 不提减值的话呢 对利润没有影响就不用调 一旦对外出售了 是不是就有影响啊 所以后面要审好题 看看卖没卖 如果卖的话 卖掉的比例是多大 我们调的是卖掉的这个比例 而这个固定资产呢 我们调的是什么呀 评估增值的金额 在当年补提折旧加大的费用 来吧 那么评估增值的这个币厂法 按照年限平均法提折旧 预计使用寿命是40年 截止到假投资已时呢 你就记提了20年 预计尚可使用寿命是20年 这个数字是跟我们后边计算相关的 预计净残值0 所以评估增值的多少 这4500万元 那么每年补提的折旧呢 用4500万元除以多少呢 告诉我 除以20年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每年的 还得看我们是不是年初投资 哎是 那就没有问题 如果不是年初投资 比如说7月1号投资的话呢 你别忘了乘胜时间选中 比如说十二分之六 那么资料二呢 说假公司于6月5号 将一台自产的设备C 自产的设备呢 相当于是它的存货了 卖到联营企业 以这边去 这叫内部顺流交易 我们也强调过了 个别报表对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投资应用权益法 不用区分顺流逆流 原理是做法是一样的 那么售价是500万元 成本是300万 那么6月20号 假公司向乙公司交付这个设备 乙公司于6月30号呢 把这个设备安装完毕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结转为固定资产 就意味着什么 以这边确认固定资产 是在6月份 那抖次提折旧的时间呢 是下个月7月份 那么到当年的年底呢 提折旧的时间是半年 这些细节问题呀 大家必须要滚瓜烂熟的 那么假定该设备的预计 使用寿命是10年 才要年限平均法提折旧 预计净残值是0 这个内部交易 怎么去调它的账面经理论呢 那么在当年 是不是有两个调整 第一个调整的是调减 减掉的是什么 告诉我 减掉的是内部交易的 售价和成本价的差额 无法减掉啥 是不是减掉300的差额 那么这个差额是200万元 那么加回来的是什么 告诉我 加回来的是这200万元 在当年通过多提折旧实现的部分 那也就是用500减300的差额 直接用200了 除以多少年 告诉我 除以10年 这是每年的折旧额 由于到当年年底 提折旧的时间是半年 所以这边还要乘一个 十二分之六 像这种分析和这种计算 都不需要考虑 你必须得达到炉火纯青的这个程度 2020年 以公司赚的账面净利润是2000万元 我们就是对它进行调整 其中呢 以公司在假投资时点 持有的A产生品 就当年评估增值的 当初评估增值的那个存货 到年底呢 已经卖到外边去80% 所以我们调整的部分呢 是用它评估增值的金额 评估增值的金额 这边给了是吧 不就这个吗 评估增值的金额500去乘多少 乘上80% 我们要做一个条件的处理 因为加大营业成本 费用加大利润减少 那么以公司当年分配的 现金股利是1200万 我们它这边分配的是1200万 千万别犯低级的错误 什么意思呢 我们持股呢 是30% 属于我们的是多少 1200乘上一个30% 那可是600万元 怎么做 借应收股利 贷长期股权投资损益条例 那么贾公司怎么样 你将收到的现金股利收存银行 我们再编制一笔 借银行存款 带应收股利的分路 那么这就可以了 资料三 12年 2021年呢 以公司实现的账面净利润 是2500万 同样要对它进行调整 其中以公司在 假投资时点所持有的 A产生品 评估增值的存货 至年末 已经全部对外销售晚闭了 第一年呢 是卖掉80% 也是我们调整的比例 第二年呢 卖掉的是什么 剩余的20% 那么我们第二年调的 就是评估增值的金额 500乘上百分之多少 20 同样要做一个条件处理 那2021年的年末 说以公司将2020年 就是上一年 从假这边购入的C设备 卖到外边去了 这个题有意思啊 你琢磨琢磨 因为他这边买来的设备 是把它确认为啥了 固定资产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到第二年的10号 你公司没有把内部 购进的这个资产 就是他所确认的固定资产 卖到外边去 请问第二年内部交易怎么调 我们刚才分析过第一年的调整了 有一个调减 还有一个调增 调减的是内部的售价 和账面价的差 那么调增的是这个差额 通过多题者就实现的部分 那么到下一年 如果这个固定资产没有卖的话呢 是不是就只有一个调整 怎么调 怎么调就只有加了 加什么东西啊 加上第二年通过多题者就实现的部分 说不说吧 而我们这个题呢 这个一改以往题目的那个套路 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他说第二年 你呢就把这个设备 固定资产卖到外边去 导致很多考生 马爪子 不知道怎么做 你琢磨琢磨 卖到外边去 是不是全都实现了 如果不卖的话呢 通过提折旧的部分来实现 或者说呢 如果不卖的话 实现的是一部分 多少提折旧的部分 那你就往回家 而第二年人家这个设备 已经卖到外边去 是不是就全都实现了 上一年内部交易 未实现的损金 到下一年全都实现了 全都实现 你告诉我怎么做 下一年全都实现 那你就把上一年调减的 全都给反调就完了 上一年呢 我们是就减掉了一个500和300的差额 又加回来这个差额 通过多提折旧实现的 下一年把这个反调就完了 或者说 我们给它一个中过号 前面就是一个统一的条件 那么这边的加号 小学数学问题 复复为证 那么这个加号 是不是就得变成减号了 也就是说第一年未实现的 内部交易损金 是内部的售价和上面价的差 减掉这个差额 通过提半年的折旧 实现的部分 那么差额不就是未实现的吗 那么我们上一年 把未实现的给它减掉了 下一年人家全都卖到外边去了 全都实现了 给它加回来 你提出的多好 那么当年 以公司因指定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了 那么因为这里面说指定了 是吧 就针对权益工具 供应价值变动 确认其他综合收益增加是3000万元 那么我们这边称持货为例 30%的结果900万 借长期股权投资 带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就简单多了 资料4呢 2022年 甲公司以3200万元的价格 将所持有以公司6%的股权 对吧 转让 我们原来持人家多少啊 我们原来持人家30%的股权 现在卖掉人家6%的股权 都是针对整体 都是针对整体 原来持人家整体的30% 现在卖掉人家整体的6% 还剩下人家整体的多少 小学数学问题 30%减掉6% 那是24% 初题人可能担心你小学数学没学好 所以把这个24%告诉你 不告诉我们也得知道吗 那么看到了我们这个持剩余的24%的股权 那么剩余的这个供引价值的是 1亿7千万元 说的是它是吧 我们卖掉的这个呢 收了多少钱 3200万 这么个概念 那么处置以后呢 我们对它仍然具有重大影响 有没有终止权益法 没有 所以我们卖掉的这一部分 把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按照比例往处截转 确认投资收益 同时呢 在持有期间 确认的其他中国收集 资本供给 其他资本供给等等 在截转的时候 是全额截转吗 No 因为你没有终止权益法 是按照比例来决战 因为说老师 这比例是多大 小学数学问题 我们原来持人家的比例是30% 现在卖掉人家整体的比例是6% 就意味着长期股权投资 卖掉的比例是多少 长期股权投资这项资产 卖掉的比例是多少 30分之6 30分之6 五分之1 听见了吧 所以呢 我们截转的时候 也上是比例来截转 其他资料 甲合仪呢 不是投资性主体 这句话我采用 不是投资性主体 就意味着 对联营企业和营企业投资 你必须得给我按照 权益法核算 那么如果是投资性主体呢 如果投资方主要是投资方想 这边是投资性主体 对联营企业和营企业呢 不同过权益法 是把它作为供应价值计量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来合作 那么甲公司每年按照10%提法定盈余 不提任意盈余 那么假定不考虑所得税等 其他相关税费的影响 要求 第一问 计算2020年初 甲公司取得 乙公司股权的入账金额 看好了 入账价值 就是负商与调整以后的金额 还记得那个数吗 我都记得 一亿五千万元 第二问呢 编制2020年 甲公司对乙公司股权投资的 会计分数送分了听 那么第三问 编制2021年 第二年 甲对乙股权投资 会计分数 这就是考权益法 那么里面 被投资发的账面净利率有两个调整 一个是评估增值 还有一个是内部交易 第四问呢 计算价转让以6%的股权 应当确认的损益金额 并做出与处置股权相关的快捷分数 这个也都不难 来我们第一问 先算长头的初始成本 前面都已经分析过了 要发行股票的数量 两千万股 乘每股的公运价 六 那么这个结果是一亿两千万元 享有被投资方 可变成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呢 五个亿乘百分三十 一亿五千万 所以呢 一亿五减掉一亿二 这里面有多少呢 这里面有三千万元 是吧 有三千万元的负商欲啊 寄到营业外收入 那么调完了以后呢 长头的入账价值 账面价值呢 是一亿五千万元 第二问 那边分路是吧 边分路可以编两笔也可以编一笔 如果编两笔的话呢 第一笔呢 相当于是初始计量了 我们按照初始成本 一万二借长头投资成本 我们按照股份的面值 两千万元贷股本差额呢 寄到资本攻击股本一加 同时呢 把负商欲做一个调整 借长头贷营业外收入 是三千万元 这个都太减万了 那么权益法后续计量分信金股利 一千二成百分之三十 是吧 三百六借应收股利 贷长头损益调整 然后借银存贷应收股利 这都送分的 当然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细节问题 如果说你不认真 不细心的话 有可能直接使用一千二 你觉得能得分吗 要是在大学里面啊 一般月圈都比较松 都比较宽松知道吧 我们在大学里面月圈有的时候 分路对了 科目对了 方向科目对了 金格错 一般可能会考虑 整体通过率的问题 会给你一半分 你觉得CPA考试 如果说你金额 分路的借贷方的方向 科目对了 金额错了 你觉得你能得分吗 我告诉你一分都得不着 不是我吓唬你 那下面呢 是调整你的账面经利润 两千万元是调整钱的 那我们减掉 评估增值的存货对外销售的调整 一千五减一千的差额成80% 再减掉固定资产 评估增值 五提折旧的调整 评估增值的金额 工赢 九千五减掉它的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的是原值一个亿 减掉折旧五千 我们前面算过吧 一个亿减五千是五千 九千五减五千 九千五减五千四千五 除了什么二十年 我们还要减掉内部交易的调整 第一个调整是什么呀 当然我这里怎么样 就是一个统一的调减了 那么调减的金额呢 是到当年年底呀 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那么到当年年底 未实现的怎么算呢 我们用交易试点内部的售价五百 和成本价 账面价三百的差额 怎么样 在减掉 通过这个差额 通过具体者就实现的部分呢 把实现的部分减掉 剩的就是什么 截止到年底 未实现的 除以十年乘十二分之六 因为半年的时间 其实前面都分析过 调完了以后呢 是1185 我们用1185乘十股比例 百分之三十 千万别犯第一级错误 这边呢 辛辛苦苦的 把它的账面净利润 调整后的净利润算出来了 你可千万别傻了吧唧的 用1185放到分钟里边 那你初考场呢 堂子都会醒了 所以要时刻保持清醒的通脑 有的时候考试 如果说打五十八五十九 没有通过的话 可能不是因为你没学好 是因为你考试这个状态不好 没有把心理状态 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状态 所以说通过考试 它是重度因素的一个影响 1185乘百分之三十的持股比例 355.5万元 借长头损益调整代投资收益 接着走 第三问呢 2021年 你公司调整后的净利润 这是第二年了 它的账面净利润是2500 我们减掉评估增值的存货 对外销售 剩余的20% 那就是500乘20% 还要减掉当初评估增值 固定资产主题折旧 这个跟上一年是一样的 都是一整年 9500减掉这是多少 这个是5000是吧 4500除以20年 那另外这个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很多考生呢 给它打了个措手不及 就是上一年内部构进的设备 到下一年卖掉 那卖掉了 是不是全都实现了 全都实现了 那么上一年抵消多少 上一年调减多少 下一年呢 你给人家加回来多少就完了 我们上一年抵消的调减的是哪个呢 是不是这个 500减掉300的差额 减掉这个差额 除以10年乘612分之 那么这个市值你到下一年把它加回来 是不是就完了 所以说加上上一年抵消的未实现内部交易增值 500减掉300的差额 减掉这个差额 除以10乘12分之6 调完了之后的结果是2365乘30% 709.5万元 借长头损益调整贷投资收益 那么其他综合收益3000万元乘30% 900借长头贷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简单 第四问 假转让以6%的股权应当确认的损益金额 怎么算 我们就是用售价 减掉截转的那个账面价值 你做一个差不就完了吗 也就是说你不得加上一个其他综合收益 截转投资收益的数字吗 不是 因为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是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有关的 那么将来截转的是按照比例 把它截转到留存收益 对损益没有影响 那么我们卖掉的这部分收的钱是3200万 减掉啥东西 减掉几转到按照比例转出去的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 怎么算呢 我们先算一下长头总账的余额 15000 这是什么来着 叫入账价值还记得吧 那么减掉360呢 是分现金股利贷方充的 这个是现金股利 充的长头 360 那么我们加上355.5呢 是第一年确认投资收益调增的 第一年确认投资收益调增的长头 看到了吗 355.5 那么在借方 那么这个怎么样 这个是损益调整把它加上 那么加上709.5呢 是第二年确认投资收益调增的长头 所以这个也是什么 这个也是损益调整明细上的金额 再加上一个900 当然是确认其他中国收益 所调增的OCI 所调增的金额了 那么这几串事实的最终的结果 是处置的这个点上 长期股权投资总账的余额 因为没有提减值准备 它的账面余额相当于是它的账面价值了 那么我们卖掉多少 原来是人家整体30% 现在卖掉人家整体6% 所以说长头账面价值充减的金额 是乘上一个30%分之6% 卖掉这么多 产生的差额负的121 做账把它进入到投资收益的借方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收到这个钱呢 327银行存款 下面呢 代方充长头各个明细账楼 那么投资成本呢 是最初的入账价值 1万5乘上这样一个比例 就是30分之6了 结果是3000万元 那么损益调整呢 前面是不是也都算过了 负300是确认现金股利充的 这两个是损益调整的 因为确认现金股利使用的明细账 也是损益调整 别忘了啊 我们乘上一个比例是141 其他综合受益呢 是900乘是这样一个比例 180 那么这个分路数不就别忘了 下一个分路呢 千万别忘了吧 权益法期间我们确认的 其他综合受益是不是180 是不是这个900啊 这个900 这个900 按照比例 截转到留存收益里面 所以呢 900乘是一个30%分之6% 这个结果是180 借其他综合受益代方呢 10%是18 赢因攻击 那么最后162呢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那么这个分路我们就做完了 那这个题呢 我们也就做完了 这个题总体来讲 难度不大 有一个续节问题 就是内部交易 买方确认的固定资产 到第二年呢 人家卖到外边去了 而我们平时所做的这个题呢 第二年没有卖 因为固定资产又一直使用 所以第二年的调整 就是加回来什么 通过多题者就实现的部分 而我们这个题第二年 固定资产卖掉了 卖掉的话 全都实现 全都实现 就把上一年抵消的 全都加回来就完了 那么下边 我们通过这张思维道图 把长期股权投资 余和音安排 这一章的内容 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总提 首先呢 关于重大影响的判断 关键词是什么 是不是参与这两个字啊 那么长头的确认 对子公司投资是在购买日或合并日这天来确认 那么购买日或合并日怎么来判断 虽然准则讲了五条 但站在我们考试的角度 一般就是哪一天呢 董事会改组的那一天 接着走 对联阳企业和音企业投资的初始计量 这个原理类似于资产四兄弟 我们按照支付对价的供允价值和直接相关费用 作为长途的初始投资成本 但你要注意什么问题 如果我们付的对价是发行权益证券 那个发行费用充减资本攻击股份一价 另外股权投资啊 如果我们付的款项当中 对价当中包含已宣购上位派发的现金鼓励 不管股权投资确认为什么资产 都是作为买机代贷来处理 借应受鼓励 当然如果说我们付的这个对价呢 是非现金资产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是把它卖掉了 公允和账面的差 通常是把它确认随移的 那么对子公司投资的初始计量 就是企业合并方式 形成的对子公司长头的初始计量 我们要区分同控和非同控 如果是非同控 一次交易取得控制权 按照合并成本 也就是付出对价的供应价值 来确认长头的初始投资成本 那么如果是多次交易呢 是不是要分两种情况啊 第一种情况 原股权投资的是金融资产 那么长头的初始成本 原供应加薪供应 原来的金融资产先卖后买 公允和账面的差额 如果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记住到投资生意 那么如果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话呢 记到留存手入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原股权投资呢 是长头权益法 那长头的购买日 长头的账面价值是原账面加什么 新公允 因为这种情况下 原来的股权投资和后来的股权投资 资产类型没有发生改变 没有跨越准则的界限 维持它的什么呀 账面价值 那就意味着原权益法核算期间 所确认的其他中额受益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在购买日的个别报表层面 要不要接转不要 因为没有卖 等到将来个别报表上把长期股权投资 把子公司卖掉了 你再往处接转 我们讲的是个别报表 等到将来讲合并报表的时候 购买日上 原来的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也是把它卖掉的 后面再说 下边同意控制 同意控制一次交易长投的成本 是按照被合并方的所有者权益 或可别人净资产 在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当中的 账面价值份额 加最终控制方收购被合并方形成的赏运 我们支付的对价是账面价值 由此产生的合并价差 调资本攻击资本资本资价 股本资价 余格不足充留存效益 多次交易 长投的成本跟疑似交易 是一样的 按照对方净资产 在最终控制方的那个份额 加原来的商业来锁定 对价的原账面加上新账面 全都是账面 由此产生的合并价差 依然调资本攻击 资本一价股本一价 余格不足充留存手益 那么后续计量的成本法太简单了 在被投资方发放现金鼓励的时候 借应收鼓励带投资收益 随后借银行存款带应收鼓励 然后有一个减值测试 要提减值 那么对于股票鼓励 如果没有提供等额现金鼓励 或利润的选择权 不做账单 如果提供了 那么我们相当于是 先分了一部分现金鼓励 然后这个钱没有马斗 追加投资 所以要借一个应收鼓励 带一个投资收益 然后再带一个应收鼓励 借一个长期股权投资 接着走 后续计量的权益法 那这个太重要了 权益法的核心问题 是投资损移的确认 投资损移的确认 站在我们考试的角度 几乎每年都要考的是两个调整 一个是投资试点评估增值 还有一个是内部交易 那么针对投资试点评估增值 如果是存货的话呢 我们调减的是什么 考试一般都是增值 你放心啊 就是我们调减的是评估增值的存货 卖到外边去的这个比例 而评估增值的如果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的话呢 那么我们调减的金额呢 是评估增值的金额在当年 通过补提者就补提摊销 怎么样 加大的费 来内部交易 内部交易如果说买卖双方都是存货的话 那么第一年我们怎么调啊 我们调的是留下来的部分 没有卖的调的是售价 就是减掉售价和账面价的差额成上 留下来的比例 等到第二年呢 我们怎么样 如果往处卖了 那你卖多少就加回来多少 如果到第二年全都卖到外面去了 你上一年调减的金额到下一年全都加回来就完了 那么如果说卖方是存货 买方这边确认的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呢 在当年啊 有两个调整 第一个调整呢 是调减内部的售价和账面价的差 第二个调整是加回来 这个差额在当年通过多提折旧 多计题摊销额实现的部分 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中国号你可以统一做一个调减 调减的金额呢 是内部售价和账面价的差额 减掉这个差额在当年 怎么样 通过计题折旧通过摊销实现的部分 等到第二年呢 第二年如果说买方账上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没有 就是还在账上啊 还在账上 没有对外出售终止确认的话 第二年的调整呢 是加回来通过多提折旧 多摊销实现的部分 那么如果第二年买方确认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卖到外边去了 实现了 像去年的一个考题那样 我们上一年调减的金额 到下一年全都加回来就完了 当然在这里边 我们还谈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里边的逆流顺流 顺流呢 既包括出售资产 也包括投出非货币性资产 因为投出去非货币性资产 也相当于怎么样 相当于是把它卖掉了 那么当然在这里边 内部交易的这个调整啊 我们还谈到了一个合并报表的处理 就是合并报表角度 母公司跟他的子公司 所编制的合并报表层面 针对母公司跟他的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之间 所发生的内部交易审议 如何在他跟他的子公司 所编制的合并报表角度 进行调整理校 那么合并报表层面 我们就要区分顺流和逆流了 如果是逆流呢 内部交易的如果是存货 借长期股权投资再存货 调的是什么呀 留下来的比例 还要成持股比例 那么如果是到第二年 到第二年 只要有留下来在内部 没有卖到外边去的 那么第二年也要调 这是逆流啊 如果是顺流呢 顺流如果说顺流 大家注意这么几点啊 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调整的金额 跟联营企业 就是买方这边 有没有把存货卖到外边去 那么他这边 如果说确认的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有没有提折又贪消 没关系 这点非常的重要 第二点呢 只调交易发生当年 第二年不需要调了 那么我们调整的分路 如果卖方是存货 是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带投资收益 千万别忘了 成持股比例 持股比例啊 那么如果卖方这边 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呢 我们是借资产 处置收益 带什么 投资收益 接着走 那么权益法 其他的六个问题 初始投资成本的调整 借长期股权投资 带营业外收入 现金股利 借应收股利 带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超额亏损呢 我们是通过 随意调整 和其他综合收益 两个明细账 把长头的账面价值 充到零为止 那剩余的这一部分 需要承担的 我们充的是 实质上构成 对被投资方 净投资的 那个长期应收货 同样把它冲到零为止 然后被查到尽 当然如果签订了 承担额外损失的协议 我们还要确认一个 预计负债 但这个一般都没有 等到将来峰回路转 对方光景好了 反着做就行了 那么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借长头 带其他综合收益 或相反 其他权益变动 我们借长头 其他权益变动 带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或相反 当然这里面重点关注的是什么 这里面重点关注的是 被动新市的问题 给大家总结了 一个计算的公式 就是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的调整金额 我们用新市后的比例 去乘对方增资的金额 减掉什么东西 减掉持股比例下降的部分 占原比例的比值 乘长头原账面价值 相当于是持股比例下降 卖掉的长头是多保险 那么分路呢 是借长头其他权益变动 带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那么大家注意这个公式 还适用于被动息是成本法改权益法 只不过呢 被动息是成本法改权益法 做账的时候呢 我们是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方是寄到哪里去了 贷方我们是把它寄住到投资收益了 股票鼓励 同样如果说没有提供等额现金鼓励或利润的选择权呢 我们账面是不做的 那么除选日被查账 里面做一个登记就行了 那么下边长头核算方法的转换 也非常非常之重要 浓缩一下 包括下边这么几种情形了 投资法转权益法是唯一需要进行追溯 调整的注意一点一线的追溯 长头与金融资产之间的转换不含合并 由于资产的类型发生改变了 所以呢先卖后买 涉及到按照供应价值重新计量问题 那么如果是通过多次交易实现控股合并的话 站在转换的角度 包括权益法转成本法 还包括金融资产转成本法 我们要区分同控和非同控来进行 快捷处理前面 在初始计量的这一部分 这个位置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再来 那么最后一节谈到了合营安排 合营安排的本质特征的是共同共识 共同共识在判断的时候分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集体控制 第二个步骤是一致同意才可以的 合营安排的分类 如果是针对具体资产负债收入费用 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话 共同经营 如果是针对净资产 针对净收一 享有权益的话 合营企业 那么共同经营参与方的会计业处理 如果是合营方的话 我们是按照相关准则的规定 在各自主体上 按照享有的比例 确认各项资产负债收入费 非合营方 如果是针对具体资产负债 针对具体的收入费用 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参照合营方来处理 如果是针对净资产 净收一 享有权益的话 那么看有没有重大影响了 如果有的话 长投权益法 如果没有的话 要把它作为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来进行会计处理 OK 长期股权投资 与合营安排 这一章的全部内容 就给大家讲解完毕 谢谢各位